你快回家吧 时候太晚了 明天你还要早起操练呢 晚一点无妨 怎么了 我脚好像崴了 上来 杭将军 我没事的 上来 这是命令 来 来 去吧 刚好遇见了你下了雨 不担心明天的路 会有多远 多担心 只是往往最后的 都留在最后 亚洲西才是最美的开始 遇见了你在路口 不担心相错相拥 到了 7号 是往往最后的 都是最好的 遇见了你才是 最美的开始 杭教头 清禾 睡着了 你就这么一直背着她呀 怎么不把她叫醒啊 累了一天 好不容易睡着了 那怎么不进屋啊 在这儿一直站得多累呀 这里是你军院舍 行吧 那把她交给我吧 来 那杭教头 明天早前回去休息吧 好 好 刚好遇见了你下了雨 不担心明天的路 会有多远 多担心 只是我最后的都留在 快去啊 快去啊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许诺过吗 要保护你 要保护 你们这些书院学生的安全 所以你在书院一日 我便一日不会离开 那朝廷没有为难你吗 臣杭如雪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杭如雪 你真是不知好歹 陛下好心负了你的职 你还要回去当你的小教头 唯令不遵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打入大牢 臣恳请陛下成全 你 好 你想当你的教导就去当 但军营的职责不容推陷 每日必须练兵 大军随时保持出征的水平 皇叔 军营和书院离得那么远 练兵又是最好体力的事 两头坚固的话 杭将军会累死的吧 陛下 臣可以的 臣在此立誓 不但可以照顾好军中事务 一样可以保护好学生们的安全 臣愿为陛下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没有 那就好 最近过得还好吗 真的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过得不好 我先回去收拾行李了 一会儿骑尸可见 骑尸可见 骑尸可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